今天的内容有点特别 讲的是第一帅哥如何从小鲜肉成长为阿罗汉 之前花了一个月 讲完戒烟戒色和戒手劲 正是这些东西把人们耍到团团状 如果这些没处理好 别说修行了 就连学习工作和生活都会一团糟 我们继续回来讲杂寒 卷11 第274经和第269经重复了 略过 275经 这篇讲的是南陀 南陀和阿南是两位 阿南是师尊的谈弟 南陀是师尊同父异母的兄弟 南陀的妈妈是师尊的姨母和养母 南陀的长相和师尊也特别像 在血缘关系上非常亲密 他被师尊称为朱蒂的宗 夏茂端正第一 朱根寂静第一 就是最帅最寂静安详的比丘 但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 师尊成道后 第一次回到释迦国 当时南陀新婚 师尊到南陀门前起食 南陀乘好食物后 师尊并没有接波 而是直接往回走 南陀只好拿着波 跟着师尊回到金社 师尊那人立刻给他剃度了 但南陀出家后 一直想念了他漂亮的妻子 孙陀利 我们先看看 《真一阿含》第146金 当时南陀穿着非常华丽的袈裟 布林布林的 穿着精致的拖鞋 还画了眼影 手拿着波鱼 要到摄位城起食 这神韵 就像现在的小鲜肉 其他比丘看到了 呀 得反三鼠呀 就投出到了师尊那里 师尊说 你赶紧把南陀叫回来见我 南陀回来了 师尊先和他确认 是不是真是这样呀 南陀没回答 他肯定被吓得哆嗦 师尊说 南陀 你难道不是因为信心坚固 才出家学道的吗 是的 师尊 他心里肯定在叫苦 我这是被逼出家的呀 你现在的行为不符合戒律 如果你因为信心坚固 才出家学道的 怎么能穿了这么华丽的袈裟 还梳装打扮 像这样去设位城起食呢 你这样和在家房夫 有什么区别 头陀杜无极 参照其他版本 意思是按顺序起食 不能挑的有钱人 或者自己熟悉了来 师尊又说寄送 什么时候能看到南陀 常住在寂静之处 真心喜欢沙门的生活 顺序行起为生 情习禅定呢 南陀 以后别来这样干了 也就是说 在当时 师尊已经有了一些名望 所以有些名门望族 愿意供养指定的比丘 南陀因为长得帅 和师尊又有很强的血缘关系 所以经常有人会宴庆 他也经常梳装打扮赴宴 并没有按规定 顺序起食 但毛病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改呢 紧接着第147经 讲的是后续 过了段时间 南陀还是觉得 出家太苦了 想脱去袈裟 让他还属 其他比丘又赶紧向师尊报告 于是 南陀又被拎来驯化 师尊还是先和南陀确认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的 师尊 你为什么要还属呢 南陀 我的欲望非常旺盛 实在难以抑制 南陀 你不是因为信心坚固 才出家学到的吗 是的 师尊 你既然已经出家修持 清净范行 怎么还想放弃正法 而贪图男女欲爱呢 这非常不合适 南陀 你要知道 世上有两种东西 如果沾染上了 会让人贪得无厌 哪两种呢 就是淫欲和饮酒 如果人们沾染上了 这两种东西 就会贪得无厌 如果这样 就不可能到达 寂静无畏的涅槃 所以南陀 你要舍弃这两种东西 之后一定能成就 没有烦恼的果报 南陀 你要好好修持 清净范行 所有真的到国的人 没有一个 不是这样成就的 在当时 主要的障碍 就是淫欲和饮酒 到现在 再加上手机影 环片 游戏等各种影 障碍就更多了 世尊又说祭送 这在《法治经》第三集中 讲解过的 房屋覆盖不盐 雨水就会渗漏 心不加以休息 贪嗔痴会渗漏 房屋覆盖盐时 雨水不会渗漏 心善加以休息 贪嗔痴不渗漏 以火灭火 是一种灭火技巧 当山火 要往你这里 蔓延过来的时候 提前烧掉你附近的可燃物 就可能阻止伤火 简单说就是 以毒攻毒 用魔法打败魔法 世尊又想 南陀的欲望很重 我现在要耍点手段 以毒攻毒才行 他就以神力 拉着南陀 一眨眼功夫 就把南陀 带到了香山上 山上有个洞穴 住着一只瞎眼猕猴 世尊问 南陀 你看到瞎眼猕猴了吗 看到了 世尊 你说你那孙陀丽美丽呢 还是这瞎眼猕猴美丽呢 那根本没法比 我对孙陀丽的思念 如同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也是情辞一枚 世尊又拉着南陀 一眨眼间 来到三十三天 就是玉帝老儿所在的刀立天 刀立天 很多天人们都在上法讲坛 离上法讲坛不远 还有一个宫殿 有五百位天女 在歌舞兮兮 但只有女的 没有男的 国印度人认为 玉介天的每一位天人 都标配五百天女 放在现在 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请注意 请注意 全师们还有五分钟到达现场 南陀 南陀远远看到五百位 貌美如花的天女 各个亲戚书画 迎师作对 哎呀 口水之流 大王世尊 这是哪里 为什么有五百位天女 妹妹们在玩手 你自己去问咯 南陀凑了上去 妹妹们 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我们五百位姐妹 都是清静之身 没有丈夫 我们听说 世尊有位弟子 名叫南陀 是佛陀姨母的儿子 他在如来那里 修清静犯行 命中之后 就会投生到这里 做我们的丈夫 我们将一起愉快地玩耍 南陀听了 心里美滋滋的 哎呀 这不是说我吗 他们是我未来的媳妇呀 他回来向世尊禀告 世尊说 南陀 你怎么想呢 我心想 他们这不是说我吗 这些天女 以后就都是我的老婆了 那很好 南陀 你要好好修 我给你作证 这五百位天女 以后都归你了 那你认为 是孙陀丽美丽 还是这五百位天女美丽呢 就像瞎眼猕猴 和孙陀丽相比 没有光泽 没有姿色 孙陀丽和这些天女相比 也是一样的 这就豁出去了 也不担心 贵戳一把了 世尊可不是书呆子 没点手段 还怎么当教主 在巴黎本之错经里 他们就回到经社 南陀 开始努力用功 在真一阿含里 还有一出 他们又到了地狱 很明显是后来编造的 这是各大小宗派 常见的恐吓法 反正故事靠编 很多英国小故事 还有西方回溯前世的案例 基本就是这样产生的 还有前面 见瞎眼猕猴的那一段 在巴黎本中也没有 显得多余和弹突 这些都是为了突出戏剧性 世尊又把南陀 带到了地狱中 地狱里的众生都很痛苦 到处是痛苦了嘶吼 难闻的味道 南陀看到一个大锅 但里面没有人 他一看到汗毛直树 就问世尊 这里的众生都很痛苦 为什么唯独这个大锅里 却没有人呢 这里是阿比地狱 南陀都快吓尿了 那为什么这里空荡荡的 没有罪人呢 你自己去问咯 南陀就上前问狱卒 请问 为什么这个地狱里空无一人呢 比丘 你要知道 佛陀有位弟子名叫南陀 现在在那里修饭行 死后会投生到天上 在那里有一千年的寿命 享受各种快乐 在那里命中之后 就会投生到阿比地狱 这个空锅 就是他将要待的地方 南陀这是真吓尿了 心想 这个大锅 竟然是为我准备的 赶紧临时抱佛脚 愿您接受我的忏悔 我没有认真修清净犯行 以后再也不敢违背你的教诲了 南陀又说寄送 人这一生 没有什么是真正珍贵的 即使有天人的寿命 也会死的 到时还要面临地狱的种种痛苦 只有寄进涅槃 才是真正的快乐 善哉善哉 就像你所说 只有涅槃 才是真正的快乐 南陀 我接受你的忏悔 你以后别再犯了 于是 世尊又带着南陀 回到奇缘经社 回来后 南陀就努力呀 精进呀 整阿罗汉 后面这些情节 一看就是虚构的 略过 我们再看八历本自说经 世尊带着南陀 从天上回到奇缘经社 大家听说 有这么一回事 一轮纷纷 他们称呼南陀为庸人 为小商小贩 他们说 这南陀就像庸人 就像小商小贩 难道不是吗 他竟然是为了得到五百位天女而修行 太丢人了 南陀被人指指点点 很是烦恼 反而独自用功 发奋图强 不久就证得阿罗汉 天女之道后 就向世尊报告 世尊自己也观察了一番 也赞同南陀已经证阿罗汉 南陀在天亮之后 来拜访世尊 要解除五百天女之约 世尊同意了 他迎唱祭送 跨越泥泞的沼泽 突破欲望的荆棘 达到鱼翅的消灭 不再恐惧和苦乐 像这样的出家人 他是真正的比丘 这就是朱蒂日中 第一帅哥南陀的成长经历 要注意的是 世尊赢的南陀 也是用玉能念 花了很大的精力 在上把玉上进行引导 在讲讲怎么戒烟 戒色和戒手经营的时候 很多人根本不想 在玉上下功夫 他们想拿到一套方法 最好直接告诉他们 一二三 一葫芦画瓢 饮就戒成功了 做你的大头们吧 禅定冥想也是一样的 没有对缘起 对无常又深入的领悟 你以为只要装入在呼吸上 就完事了吗 如果真这么简单 世尊为什么要讲 这么大不头的暗寒经 我们回到杂寒275经 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 如果有人说 身体强装有力的人 就是南陀 这是正确的说法 如果有人说 长相最端正俊美的人 就是南陀 这也是正确的说法 如果还有人说 爱欲至胜的人 就是南陀 这同样是正确的说法 比丘们 可现代的南陀 密乎六根 饮食之量 初夜和后夜 都在精情残修 成就正知正念 能在剩下的生命中 持清净圆满的范形 这是总的说明 下面一个个展开 怎么密乎根门呢 南陀比丘 能密乎根门 当眼睛看见色尘时 不会辞去色尘 也不会辞去美色的细节 如果他的眼根不合律仪 看了不该看了东西 但他没有无名的战壁 世间贪爱等烦恼 他马上会生起绿仪 防腹眼根 同样的 他也会防腹耳 鼻 蛇 身一根 生起绿仪 这就是南陀比丘 能密乎根门 无文 在其他版本中 都是无罪 怎么饮食之量呢 所谓饮食之量 是说南陀比丘 在饮食时 能保持正念 不为了炫耀 不为了泛逸 不为了容貌 不为了身材好看 只为了人支持身体需求而已 不管得到什么食物 只是为了消除饥渴 为了人继续修持清净范行 为了让已经生起的病苦止息 还为生起的病苦不生起 为了成就崇高志向 到达涅槃 为了有足够力气 保持安住 没有过失的安稳修行 就像人们 乘坐车辆 用高油涂抹 保养车辆 不是为了炫耀 乃至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能运载东西 又像拿药涂抹窗口 不是为了贪图药的味道 而是为了仔细痛苦 这就是南陀能饮食之量 怎么在初夜和后夜 精勤残修呢 初夜是往六点到往十点 后夜是凌晨两点到六点 中夜是晚上十点 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信念名相 新座椅在光明响 之前有专门讲过光明响 每天睡觉的时候 可以修光明响 有人可能会问 那我能不能继续光呼吸呢 可以的 你光呼吸的时候 呼吸就是你的光明 坐起觉想 睡觉前 心理决定什么时候起床 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 慢慢的 你根本就不用闹钟 到时候就会准时清醒 南陀在初夜和后夜 精勤残修 他白天精勤 坐禅 出去五盖 清静身心 从晚六点到晚十点 还是以精行 坐禅 出去五盖 清静身心 晚上十点之后 他在房外洗脚后 就到室内 右侧而握 屈膝 两腿相叠 心座椅在光明响 决定在几点起床 到了凌晨两点 他慢慢清醒 从容的起床 继续精行 坐禅 这就是南陀在 初夜后夜 精勤残修 这里要注意 第一 在时间上 大多数人 每天冥想时间有限 冥想也是一种休息 所以你不太可能 只睡四五个小时 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 第二 这里的睡眠知识 是所谓的吉祥卧 也叫狮子卧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调查 对于大部分人 用处不大 你可以继续用你觉得最舒服的姿势睡觉 即使你用吉祥卧 可能睡着睡着就换了知识 甚至换很多知识 不用纠结 放心好好睡 睡眠质量和深度 才是睡眠更重要的部分 什么是成就正念正知呢 南陀有正念正知 在观察东方时 能专心正念 安住观察 其他方向也一样 如果能像这样观察 世间贪忧等各种烦恼 就不会升起 南陀能觉知一切感受的升起 感受的持续 和感受的熄灭 安住于正念 不散乱 他也能觉知 一切概念名相的升起 概念名相的持续 概念名相的熄灭 觉诸觉起 第二个觉 是有觉有光 有寻有寺的那个觉 是心语 一多巴人的心语很难停止 稍稍停下来 那太可怕了 前一集中 我们讲到电击实验 很多人宁可被电击 宁可让自己痛苦 也不想安静下来 所以不少人会自残 他们无法静下心来 感受当下的呼吸 当下的饮食 当下的行动 心或者飘到过去 或者飘到未来 反正不太当下 所以如果没有手机消磨时间 他们整个人都不好了 觉知一切心语的升起 心语的持续 心语的熄灭 安住于正念 不傻乱 这就是南陀成就了正念正知 所以比丘们 你们也要像这样学习 像南陀一样密乎六根 像南陀一样隐私之量 像南陀一样 在初夜和后夜 精情残修 像南陀一样 成就正念正知 我所说的南陀的做法 你们也要记住 并为他人解说 这时 有一比丘 就以寄送总结 这就是第一帅哥 从小鲜肉 断除了爱与之影 成长为阿罗汉的经历 每个人必然有自己的影头 最大的影头 就是生死之影 就是这生死之影 牵引着所有众生 生生死死 无穷无尽 所以 你的影头是什么 你真的想见吗 好 感恩老师 感恩作与阿罗汉 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 愿大家演得像南陀尊者一样 真正得到自由 有问题 导星球 我有问必答 欢迎大家关注观号 你好阿涵 只跟你说 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名下 可以解忧 唯有阿涵 欢迎点到转发关注充电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为您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